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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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在广州冒着台风试驾的是吉利的宾月 一款售价区间在7.88万到12.98万的A级承车SUV 我们主要试驾的是宾月的Battle运动版 所以整个活动的主题就叫Let's Battle 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的战斗 今天这个活动叫做这就是刚号 但是我们明显能看出这是一辆A级代SUV 它为什么敢说自己是刚号呢 它用的是1.5T的三缸发动机 然后是177马力255牛米 跟今天的三款竞品福克斯高尔夫思域相比 这个数据其实都是领先的 而且它可以做到7.9秒破版 也可以算是很刚号的一个数据 宾月的这套1.5T的动力系统 在硬件上有很多是跟领克共用的 但因为在集团里隶属于不同的架构 所以在软件层面在调教上 包括压缩比都是不同的 所以最后呈现的这个动力数字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宾月可以加92号的油 但是领克还是需要加95号油的 虽然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这就是钢炮 但我个人觉得宾月的架势感受和纯正的小钢炮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虽然动力上足够 数据上不输 但是整个底盘的调教 宾月还是一个很标准的 很运动的城市AGSUV的取向 并不是那种两箱hatchback的调教 比如说我们世界上场地这个园区 有很多大的沟口坑 跟这种很急的坡 如果你真的开的是一个两箱hatchback的小钢炮 你会很担心脱底 但是宾月的表现很好 它的底盘很韧 本原价调教我觉得就是初段偏硬 然后后段偏软 在城市路面上这种小钩小桿 可以很直接的反馈给你 让你觉得它有很运动的质感 但是在这种复杂路况后段呢 它又是偏软的舒适性的调教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它是一种很SUV的风格 可以去应付更多变的路况 但是我个人猜测在塞道 或者更极限驾驶的状况下 它可能在极限附近的表现 并没有那种小钢炮好 运动标准和经济三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下 整个车的气质差别还是挺大的 尤其在油门响应上 在经济模式下呢 就很佛性很顿 然后在SPORT模式下 油门就轻轻一踩 整个车就逗起来 超车呀并线呀 这种城市路况 会觉得整个车非常的灵巧 但我个人觉得 在运动模式下 DCT的换挡时机 其实可以再激进一点 整套DCT的箱子呢 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顺 在换挡时机策略的选择上 是偏于保守的 我觉得可能 对于一些喜欢刺激 和激烈驾驶的小年轻来讲 可能是稍微有点过于平身 音乐的制动数据也很好看 官方给到百公里每小时 沙停道零 只需要36.5米 但是呢 整个制动踏板前段是偏软的 后段才硬起来 所以如果你不适应的话 可能前段会觉得有点没有信心 这个可能需要去适应一下 这个踏板的曲线 方向上倒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喜 因为上车之前会有点担心 之前开领克啊 沃尔沃啊 方向调教都是那种偏轻 电子杆很强的调教 冰月还好 冰月整个从转向力矩 到回正力矩 到这种人和车的交流 让你觉得还是很符合一个运动 AGS UV应该有的样子 第二个一眼变织的亮点呢 就是整个的外观非常的战斗 然后包括内饰的感知质量 也做得很不错 近期隔山有一圈红框 代表运动版本的黑色吉利logo 碳纤维贴纸的前唇 碳纤维外后视镜 镂空的后尾翼 四处排气 还有后底部的扰流板 还有这个18寸的大轮网 能看到里面红色的制动卡线 原厂给配的就是R18的 马牌UC6的轮胎 一方面原厂能给到马牌轮胎 还是蛮厚道的一件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说 当车主需要再去换胎的时候 普遍18寸的轮胎 会比16寸的轮胎价格上贵一截 这个可能是喜欢运动的车主的 一个甜蜜的负担吧 原厂戴的这种碳纤维贴纸 夸张的气动套件 无论从做工设计 法律风险 二座车残值等等各种方面 都远比去改装长 去改装墙的多 所以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们 非常推荐直接上Battle运动版 相比于张阳的外形呢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内饰的设计 吉利最近几款新车型的 内饰设计的感知质量上 有明显的提升 无论是这种线面的造型 还是材质的选用 在1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SUV里 都让你觉得非常有豪华感 最后呢说到科技配置 其实国产品牌的车型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在科技配置上 非常的就是能给到的都给到消费者 非常宠着消费者的感觉 像很多在合资品牌上 三四十万的豪华车型上 才会有的科技配置呢 在吉利宾月的高配车型上 就全都可以享受到了 像吉利宾月已经配到了L2级别的 智能辅助驾驶 是可以0到150公里每小时 都可以运行 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他停了 你只要在几秒之内 他还是会继续跟上前车走 很适合就是在城市路段 你每天通勤 被这种一霞一停的 这种逼疯的这种路况 并且这个L2级别的自动驾驶 是可以判断这种高速公路上 这种缓弯 他会跟着这个车道线 然后自动的帮你转弯 综合上述而言 这辆车调的还是非常对得起 他9到12万的这个价格的 宾月这个车型的设定很讨巧 在运动性上 无论是外观内饰 还是动力上 数字上该给到的都给到了 而在实用性上 无论是后排的空间 还是在这种烂路上的通过性 也全都不耽误 最后我觉得坦白讲 吉利宾月比起同级别的自主SUV来讲 是贵那么一丢丢的 但是整车的完成度跟整体表现 是担得起那一丢丢的品牌一架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10万级别 A级SUV很推荐的车型 非常适合年轻人 作为自己的第一款车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那些对运动 还会有一点点追求的点 I'm really such a cr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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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really such a cryin'